We intend to raise the key ECB interest rates by 25 basis points at our July monetary policy meeting 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9号宣布 为了对抗通膨 欧洲央行将在7月实施自2011年以来的首次升息 今年5月份欧元区物价指数较去年同期上升8.1% 不只创下欧元建立以来的最大幅度 也远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%的目标 不过拉加德也坦诚 7月份的升息短期内对通膨几乎没有帮助 9日欧洲主要股市均收低 伦敦FTSE100指数下挫1.54% 以7476.21点作收 法兰克福DEX30指数下跌1.71% 收在14198.80点 巴黎CAC40指数也下跌1.4% 收在6358.46点 新唐人亚太电视王冠宁张其林 综合报道 大路上 通膨击 亏打